好多的科技大厂诱人确诊 继大力光之后 同样是苹果供应链的何硕 传出一名员工确诊 而且他的足迹除了何硕关度公司之外 居然还有华硕的员工餐厅 目前两间公司都提高戒备 大规模消毒 启动分流上班 何硕关度总办公室大门前 警卫确实挑进去的员工 量额温还有喷酒精 因为日前传出总办公室里头 也有员工确诊 何硕关度的总办公室 总共有四栋的独立建筑 而确诊员工是在于 相较比较小的建筑内工作 公司接获消息之后 是随即启动消毒 这名何硕员工 先前为了出差去裁检 但16号收到卫生单位通知 裁检结果呈阳性 属于无症状感染者 若阳性反应已经进行隔离 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是否未阳性 何硕表示 这名员工租屋处位于郊区 通勤直接到关度公司 上周已经研议分组 分流上班 而这名确诊者 曾去过华硕员工餐厅 连带让华硕拉高防疫戒备 同时段用餐者都在家办公八天 看起来他们都是属于 行政人员感染的 那生产性上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这分流的 其实做的都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好 所以我认为 应该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冲击 何硕是国内第四间 证实有员工染疫的上市企业 先前还有同样是 苹果供应链的大力光 以及印刷电路板大厂进棚 经控古龙桐 副房金 国内各科技大厂防疫 严正以待 鸿海要求北市万华 以及新北本桥新庄区的员工 周一起居家上班两周 包含在双北厂区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通勤的员工 周一周二居家上班 鸿基与华硕 则采取分流 以及居家办公 生产性好处在于说 供应就是无缺 就是能够非常顺利的出货 那可是呢 坏处就在于说 中间有一个环节 如果断掉的话 那对于上下游 整个的产业 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国内疫情来势汹汹 科技大厂绷紧神经 就怕疫情影响任何一间公司 造成锻炼危机 东西财经新闻 县维科黄明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